快節奏音樂曲風擄獲不少歌迷的心 日本實力派音樂團體Garuni Delia 因為唱紅多首多漫歌曲累積不少人氣 隨著疫情解封 他們宣布明年將舉辦世界巡迴演唱會 將會來台演唱 然而在20號官方社群的公告中 就有眼尖網友發現 公告上竟然將台灣標為中國台灣 引發不少台灣粉絲紛紛在底下留言抗議 只說台灣就是台灣 特意加上中國是在搞事嗎 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國台灣 還有人說到底有沒有想要辦好巡迴演唱會 也許是官方看到歌迷反彈 所有這篇公告在發出一個半小時左右以後 就將原本的中國台灣字樣改成台灣 雖然官方隨即修正 部分粉絲仍不買單 這回日本團體Garuni Delia即將啟動巡迴演唱會 卻因為公告上把台灣加上中國兩個字 引發粉絲不滿